Hello, 大家好, 我是菲尹 之前曾經跟大家說過一架航拍機叫做Door G Plus 我看到偶爾也有人看看那架機 為什麼一直以來都沒有貨搜索那架機的資料上來呢? 其實我一直都偶爾玩一下 但其實為什麼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背景的問題 因為它有幾樣東西 雖然純粹以飛機操控來說 如果你想買一架機來玩一下 去練習一下操控而撞了不心痛呢? 我完全明白這個價錢 我現在回答你 我都會覺得這個價錢是值得玩的 為什麼呢? 因為141399加1充4快速充電器 加3個電池 再加一個盒子 其實理論上就已經加上sky clear 但2000充電器 就一定有個機器 還要有4顆電去換 其實譬如你dj 當然是正很多 但一般來說 他們的價錢包上整個套裝 都整個5-6-5千元 Mavic Air 2 都整個7-8千元 變成你的combo的套裝 的確比要貴很多很多 如果你說只是想純粹練習操控 你說只是純粹拍一下 那些 叫做拍一下自己 跟著自己拍一下 那些東西 它是ok做得到 我覺得純粹在練習的角度是重要的 因為它也是跟Mavic Mini一樣 都是沒有避障的 變成你習慣拿開沒有避障 始終對之後操控都會好些 那其實呢 那些機器呢 個個都會覺得 其實不會很安全 是不會索實地 其實遙控的東西 就算有避障 也好沒有避障 也好除了你很全面的避障 怎麼都會有時候會避障 真心說 無論任何古怪的情況都會有 迴航撞啊 就是渣渣客撞啊 比雀仔 奧薯啊 什麼都有些 就是你 期待你玩航拍 什麼鬼都有的 就是失聯啊 自動降落啊 這些 就價格機 每次都有的 真的不要太期待它說 因為一部機器完好 它就完好 經常都因為 操控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就算它挺好的 就是挺好的操控也好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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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些東西 你需要自己去控制 那所以呢 如果你說純粹研究 想真的使用事務機去開 那其實它是一個 挺好的入門來的 那 譬如它 它那四顆充電 大概每顆充電呢 就可以玩到 其實二十分鐘左右而已 沒有那麼長啊 我試過一次 但是真的愛的碧桿呢 無緣無故 十三十五分鐘左右 突然間 整個愛的碧桿 很近的距離 叫它碧桿 撿到的 要不然真的大奶 還有那個 遙控那裡的充電 又麻煩一點點 那其實這個機器呢 我怎樣想和大家說了先 就是呢 其實為什麼這個 背景呢 是不太好 一來它是只有 1080p 都可以的 但是呢 最大的問題 不是1080p 那裡 如果你不開追蹤呢 其實可以開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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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的機器挺遠 它設定的位置 好像一顆豆豉一樣 那變成追蹤得來 又不太好 就是我試過開追蹤 又不是追蹤得很近 也都不太清楚 升到露蓮那麼高 那這個其一啦 其二就是 畫面清晰度 1920p 1080p 其實那個 又不是真的超級清的 相對於 就是Mavic Air 一定 這個沒有辦法的 但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沒有防震 那你拍攝上來的時候 如果你不開它自己的模式 你自己開的時候 那個鏡頭 就會 整天都會去一下 停一下 鎖停的 就會很適合 變成你要用一個鏡頭 你真的 其實真的 如果你真的要拍 十多分鐘 我被剪掉 都不知道有沒有兩分鐘的東西 變成 剪片 就不太適合我了 所以 其實有時候拍了一些東西 叫做EA參考 參觀一下就算了 不過 亦都是因為這樣 其實它也出了一部新款機 這個新款機 我未試過的 不過 我見到它有一些功能 的確是被上一代吸引了不少的 例如 它這次是有雲台 即是這個雲台 就解決了我之前那個 就是三軸防震4K鏡頭 這個就真的很重要 其實你沒有防震 它的機器就不停停停 就是你去到前面 大家停 它拍攝的鏡頭 就很滑 直接是之前的鏡頭 就是滑一滑 如果你有三種防震 它就滑一滑 它就滑一滑 就是去去停停的畫面 你就不會那麼古怪 當然你都可以剪的 就是你可以整天都是長期 向前飛完一輪 慢慢飛一輪 然後將它的鏡頭一停停 那一刻就剪走 然後轉圈又剪走 但是 如果你說有防震 就是對於很多不同的情況來講 你那個Usage是容易用得到 多很多的 再加上4K鏡頭 現在應該都要有的 變了 所以無論它的畫面質素 如果走回4K 你可以轉圈 或什麼都好 你都是容易 就是容易弄很多 鏡頭質素漂亮很多 當然有很多 出來出去拍攝 要拍不同的東西的人 都會好很多 其實你回來的畫面質素 其實你純粹看 就是開飛機的時候 看是否要駕駛很遠 真心說 我們覺得 駕駛飛機那一刻 是很專注於駕駛的 除非你開 即是開個追蹤 那些 但是如果駕駛飛機 我自己就專注於 怎樣飛 當然其實空中沒有跑到 其實對於畫虛搖控的操控 來講 又不是真的那麼難的 又不是真的有什麼比起 經常有空 多幾個爵士 但是 你要有那個 有那個畫面質素 去錄出來 就很重要 這個 的確會幫助大家 再加上 這次還有變焦 有Zoom 不會再講 之前說過的問題 就是你飛到露連那麼遠 但是 鏡頭也拍不到 其實我經常都試過 拍他們 拍飛合小女 和大女兒在球場玩的 那些 哇 那些景象真的露連那麼遠 即是 你把本體字錄回來 都看不到 所以這次有50倍變焦 這些 亦都是一個 不是偉大的發明 是應該要有的產品 所以50倍變焦 三軸防震 4K鏡頭 這個是一個 即是對於這件產品 的確 好像我之前所說的問題 的確有一個大改善 再加上 我不知道它會改為無產摩托 無產摩托 無產摩托不是這些 很標準的 原來之前 還會有摩托那麼緊 那麼 一鍵反河 這次的一鍵反河 亦都有不同的 如果你玩回 航拍機的人都知道 通常要設定高度 等航拍不要回來的時候 即是直接回來 即是要撞到一些東西 那它這個 就會 好像要適得 避障反航 即是不會純粹 一個拉後直 飛回來的 其實我都聽過 以前的朋友 有一個笑話 他剛出現反航的時候 就突然間 跟機器失聯 即是在做工作的時候 跟機器失聯 然後機器就直接反航 撞到大廈裡 沒有了幾皮東西 連著鏡頭 因為他上機鏡頭 即是都是貴的 他原本要拍一些 即是出工作拍攝的 所以 一鍵反航 這家東西很厲害 真的要撞到幾皮 但是呢 他這次設定高度 他好像可以先升高 再避 即是他回來的時候 他不會純粹直接回來 失聯的時候 當然最好的情況就是 不要失聯 因為失聯都 失聯都很麻煩 你沒有畫面 沒有失聯 其實都很難回來 這個就是自己玩的時候 小心 但是你說距離 或者遙控距離 他當然比DJI 短很多 1.5公里 2公里 其實去到Mini 即是Mini 普通版的水平 最後去到FCC 所以 不要預期一下 原來飛得 飛得近近的 圍繞一下 來拍到 再加上 其實他的抗風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麼厲害 他那個7級抗風 其實我玩過 一輪 我覺得抗風 其實大風吹的時候 都是挺動的 機率挺飄移的 這個說真的 這個7級抗風 我不知道是否那麼厲害 我已經推到很大的了 抗風 就是推到最大的了 所以 就不知道 我真心說真的 他說7級抗風 其實7級抗風 就是等於什麼 8號台風都可以飛的 但是我實測來說 升上去的時候 如果大風的時候 都飄得很厲害 就是走得很厲害 所以 就不要太過挑戰這個7級抗風 當然這些 它有它說 你也相信 這個我都不可以 幫它維護 因為我真心試過 不是那麼抗島 真的飄得太多了 另外 就可以拍 Time Lapse Hyper Lapse 這些都是一些 都不是叫做新增的功能 很多東西都有 但是 它要有 再加上 價錢定位 都是2000元 就已經有抓 已經搞定了 那2000元有抓4K的機 就好像暫時市場上 應該是蒙的了 那麼 值得交配的套裝 通常都是 額外電池 我覺得呢 其實兩塊真的很夠 不用四塊 其實我玩完兩三塊 都被人都鋸了 有時候玩兩塊 鬆一點的話 都已經夠了皮 真心覺得 40分鐘在空中飛 如果飛得遠 有時候會提心尿膽 所以兩塊都差不多 所以壓兩塊 一充三塊充都可以 千萬不要覺得一充三塊充會很快 都是差幾個小時 不要當快充是那些 一個小時充完 還是充幾個小時才充完 等餐飽 都是不可以太急進的 那麼 加999 其實這個可能你都可以考慮的 就是 因為你本身 如果不加 就加一塊電 一天就加一個package 加一塊電 我覺得都可以的 這兩個IDA用的用量 另外 無限換新機 當然要 因為炒了就要換機 然後再加一個保護盒 保護盒 我覺得挺有用的 小小的都可以把東西放進去 保護盒 一般來說都可以把電池 遙控 還有你部機 所以一個保護盒 加充電 兩塊電 其實大概都是3,000充電 你說是不是很便宜 還不至於 但是其實 如果你有4K畫面 就去到Mavic Air 2 差不多 所以 一半價錢 就做到同一個效果 這次 也算是不錯的 那 機的質素 我覺得整體來說 都算是OK 當然外形 修飾來說 就沒有DJI 那麼delicate 但是 你說 是不是各方面的性能 其實我自己都有Mavic Air 2 也有Mavic Mini 那 是不是真的差那麼遠 玩起來 就不是 反而我覺得Apps 那方面 可能要看今代有沒有進化 Apps 就好像DJI 真的很多 那這個是真的 真心覺得 無論在各方面的選項 玩也有 但是DJI 每次update都有一些sort 東西 大家看那些 就是 大家看那些不同的 科目都知道 每次update 又要downgrade 那些東西 都 尷尬 但是整體都操控 都是好的 at least 我也沒有炒過 這架 DJI 我之前也炒過 那一架 那一架機 還沒炒過 當然因為價錢貴 買得小心點 這個價錢 大概2000元 可以買到4K的機 都是一個 好的 入門的選擇 來的 便宜的 拍得有質素 當然要看回今次的App 今次還有一個特色 我記得 今次的情況就是 它那個 平時就用遙控器 今次其實 手機部分 都可以做到控制 不一定要直接用遙控操 手機部分的控制 就變成 不用搏著那個 搏著那個 搏著那個 搏著那個搏 都會做到基本的事情 都是一個 挺好的事情 因為 如果你說要 搏著 平時通常 搏著搏著搏 有時候有些不方便 你真的 想起飛一下 拍一下 可能兜者拍兩圈 就回來 你野開搏很麻煩 所以它又好像 多一些功能 你可以看到 越過障礙比障 還有它這個 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 如果你想玩VR 它有個好處 它VR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 它VR的東西特別便宜 它的Goggle VRGoggle 只有80元 你也知道 DJI的VRGoggle 多少錢 就是Goggle 1000-2000元 的遙控 這個就80元 玩VR 你想要嘗試感受 那VR的感覺 你真的可以 買回來玩 80元 所以告訴你 其實扣東西 DJI的食水 挺深奧的 你80元做到 他千多元 真的不是便宜 但是 看你自己的需要 我覺得 你很想試一下 你可以玩VR 玩一下 但是VR 我自己覺得 不是那麼好玩 不是那麼容易 看不到 都OK 但是 其實視野 我自己覺得視點 覺得很麻煩 感覺比較 害怕 少少 和遙控 即是變得 真正的 但是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試一下 因為80元 始終都是一個 比較容易入手的價錢 所以 整體來說 你說 一部機 加了那堆東西 三千多元 是不是也算是值得玩 我覺得 如果以這個功能 這個規格 都算是值得玩的 所以 你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 如果我覺得 真的很想試一下 試玩機 反而 Dawgy Plus 就是 用來給你操玩 操撞 都是可以 非常安心的 設定 所以 這兩部機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衡量一下 今天講到這裏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下面留言 Subscribe和Share my Channel 這樣也會收了 我再次收了 拜拜